来吧朋友们 比赛还没结束 但是阿根廷这边已经3比0了 可以说得上是胜券在握 首先恭喜阿根廷进入到决赛 然后我下面的这段话 就为了避免某些个别的阿根廷球迷破防 或者说这个梅西的人迷 他破防可能会很难听 所以我先预警一下 可能会比较 就因为我发现了 不管是人迷 特别是那种人迷 现在足球圈里面饭圈文化挺可怕的 有些时候你说点客观一点的话 你说点自己的观点就要被攻击 反正我是不惯着这些人 一般来说狗要是咬我 我就一包子打回去 这场球首先我要承认阿根廷踢得不错 他的战术打乱了克罗蒂亚的节奏 这是阿根廷本场比赛赢球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四年前呢 克罗蒂亚打乱了阿根廷的节奏 现在呢 四年之后阿根廷又是3比0 报仇 最后最后比分我不知道啊 最后这个比分因为还有个几分钟才结束的 我估计就差不多了 克罗蒂亚呢 我昨天说了 我说我不太看好克罗蒂亚能够进决赛 进了也的话也是这个奇迹啊 他的一个可能性比较小 本场比赛也是啊 克罗蒂亚呢 一如既往的排出了他们的这个433的阵容 也是一如既往的球本 就是一成不变 可以说得上是从小赌赛到现在 一成不变 而阿根廷这边相对来讲 灵活了很多 上一场比赛三个中位 现在换成了双中位 好吧 他在人员的这个这个布置上 包括对于梅西的这个保护上 阿根廷做的很聪明的一点 本届比赛做的很聪明的一点 就是 梅西有保护了 之前的世界杯也好 或者其他的这个比赛也好 在斯卡罗尼接手以前 是梅西作为这支球队的绝对核心 他一个人要carry整个的团队 又当爹又当妈 而现在的梅西 或者说从斯卡罗尼接手以后 他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就是 梅西你只负责进攻 你的防守由你的队友来替你完成 好吧 你的防守由你的队友来替你完成 我把这个画面 我回调一点 因为有的时候他总涉及到版权 你知道吧 这个YouTube这个算法也很烦 我说到这个梅西 他现在的踢法和之前的踢法不一样了 他现在是有这个身边有队友 比如说什么罗塞尔索呀 这个到现在有德鲍罗啊 有帕雷德斯啊 总有人过来对他进行保护 你没心你不需要在 在经常的回撤 经常的拿球 你在前面等着 我们负责把球给你送上去 然后交给你 你来处理 你是看是要自己带 自己设门 还是要传给我们 你自己来决定 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爆破点 知道吧 这是阿根廷能够走得远的最大因素 那么接下来呢 我要说一些比较现实残酷 可能也比较主观的话 但是我认为并不是这个 我认为没问题啊 这场比赛的裁判 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偏袒 与阿根廷的 好不好 阿根廷球迷听不了这个就别听了啊 我接下来要解释一下 这一切呢 阿根廷今天赢球 这一切的这个 这一切的一切要始于他的那个点球 阿尔瓦雷斯那个点球 那个点球呢 有人说点球没问题 有人说呢 这个点球可给可不给 在我的看法看来 我看这么多年的球 这是属于一个可给可不给的 但是像世界杯这么重要的一个平台 裁判是非常小心 他不敢轻易的去罚掉一个球员 特别是在这种半决赛 他会影响到一个球队的发挥 甚至影响到接下来的比赛 假如说这是在一个联赛里面 一个正常的一个判法的话 那个点球呢 是真的是一个可判可不判的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判为什么 不判是为什么 判的话 从裁判的角度里 为什么这个球要判 这个球如果要是判的话 是一个点球加红盘 如果不判 那就什么都没有 不存在点球加黄盘 这么一个矛盾体 你知道吧 裁判当时的想法就是 他认定门将冲击前锋 门将犯规 门将犯规的话 就要给一个黄盘 给红盘的话 这比赛没法踢了 刚踢20分钟 就已经没有悬念了吧 是不是 所以他给了一个黄盘意思意思 其实我能理解裁判的判法 但是我觉得他判的不对 我不是专业的裁判 我也不是什么专业的 国际组联的工作人员 也不是制定规则的 我只是通过我 这个20多年来看球的经验上来看 这个球是可判可不判的 如果不判的话 在裁判眼里 这是一个完成射门的动作 当一个球员已经完成了射门 而守门员扑向这个球的时候 他没有扑到两个人 进行了一个身体上的碰撞 他不形成犯规 他可以不形成犯规的 但是如果是判的话 这是一个人球封过的一个状态 在裁判眼里 这是一个人球封过 人球封过之后 这个守门员冲撞前锋 这是一个冲撞的动作 如果认定这是一个冲撞动作的话 那么对于人球封过 那接下来还可以完成射门 那这就是一个对于单刀球的破坏 这是一个直接红盘加点球 好吧 这个球其实不存在 红盘加 这个点球加黄盘的 黄点套餐 这个判的就是想 我理解裁判是要找一个折中的动作 好吧 但是这个是欠托 要不直接罚 要不就 这个子虚顾也就不要罚 如果我的话 我觉得不应该罚 我如果是裁判的话 我不会判这个 当然判了既然判了就判了 咱也不能说什么 是吧 这个 其实我看了好几遍 那个球那个回放 特别中场休息的时候 我看了很多遍 那就是一个已经完成射门的动作 守门员再怎么样的阻挡 他也不形成 不对这个射门形成任何的干扰 所以呢 这其实不应该判 但是没办法 你这个东西即便是有VAR 即便是现在有VAR 它也存在很多的灰色地带 这个灰色地带是由裁判来个来掌握这个尺度的 好吗 是由裁判来 你想做的百分之百的公平功能不存在 这个裁判一定会有自己的想法 他去判法 所以呢 咱们也不对裁判进行过多的评价 只是我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 这个球是不应该判的 在我这么多年看球的经验上来看 当然如果你判了 我不说什么 我完全不说什么 所以个别的阿根廷的球迷 不要破防 好吗 不要破防 这个球咱们就简单讨论 我就发现了 我不讨厌阿根廷 我也不讨厌梅西 但是我讨厌个别的阿根廷踢球脏的球员 以及个别的脑残粉 现在足球饭圈这个问题特别特别的严重 C罗梅西 他就听不了一点点的 不同于自己意见的声音 不能跟你理性的去讨论 上来就要指责你 知道吧 那你别怪我说一些难听的话了 是不是 所以咱们要是能理性讨论 咱们就好好的讨论讨论 把规则拿出来 只是我抒发了我个人的观点 好吧 这个球 这个点球一进的话 完完全全的 因为上半场没多久 二十几分钟 就打破了克罗蒂亚的节奏 我说过不止一次 足球里面节奏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结果紧接的没过多久 这个克罗蒂亚其实已经当时心态已经有点 有点有点绷不住了 连续的就被打反击 而且阿根廷应该是 我想多多少少是受到了 上一场跟荷兰最后那个定位球的启发 本场的第二个进球来自于他那个脚球上面的反击 他是一个战术的脚球 战术脚球本来打的就是 用一个小聪明的动作 当然这个小聪明不是扁一次 是一个非常非常 这个这个比较比较正面的一个词 就荷兰上上一次也是小聪明嘛 最后最后那个任意球 所以阿根廷应该是多多少少借鉴了那个任意球 他通过一个战术的脚球发出来 看到克罗蒂亚 他观察到了克罗蒂亚后面没人 直接打你一个反击 好吧 这是两个球进去之后 这个克罗蒂亚基本上就是慌了 你知道吧 其实正常来讲 那个第一个点球进完之后 如果在篮球场里面 这就应该主角类肯定就暂停了 是吧 而且他那个犯规 说实话 那是篮球里面算犯规 足球里面真的是 你不能这么算 篮球你可以说我投篮了进去之后 我造犯规 我继续罚球 是吧 足球没这么一说 所以呢 反正我认定那是一次完成的射门 然后双方有一个肢体上面的接触 不造成反归 但是裁判眼里可能有另外的看法 好吧 这是我对这个球的解读 那么接下来的下半场 梅西完全是靠了一个个人的能力 踢的确实是很精彩 第三个球确实非常精彩 这个没得说 整体上来讲 阿根廷他就是实力比克罗迪亚要强 克罗迪亚 只不过比较可惜吧 他没有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踢 也是由于他一成不变的这种踢法 这种打法 很难最后走到冠军 走到四强来说 对克罗迪亚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而且阿根廷也是目前为止 唯一击败克罗迪亚的球队 所以很难得 那么接下来呢 给我的感觉就是 天时地利人和 已经都站到了阿根廷的这一面 你有没有发现 从上一场荷兰队的比赛开始 球场里面全都是阿根廷的球迷 因为阿根廷的球迷 不光来自于阿根廷 他来自于全世界 而荷兰的球迷 基本上都是荷兰 都是来自于荷兰 而且荷兰呢 他也没来多少个 我看了一下 全场就那么一小撮 剩下的全都是 要么是梅西的人民 要么是这个阿根廷的球迷 各个国家全穿上 这个阿根廷的这个球迷 为阿根廷庆祝了 所以他现在有相当于 半个主场的这种感觉 除非他决赛队的是摩洛哥 否则的话 就基本上 这个 法国可能要做点心理准备了 虽然说法国 我认为他的战术 就这这届比赛里面 整体上论战术上来讲 必须要拥有一个 只典型高中风的球队 才能够克制 阿根廷 就像我说的 他的最弱的点 就是你45度角 去掉高球 去轰炸他 荷兰队已经尝试过了 已经把我赛前说的 尝试过了 屡试不爽 法国队有这个能力 英格兰有这个能力 现在英格兰被淘汰掉了 那就剩法国的这个吉鲁了 只要吉鲁不受伤 会给 法国还是会给 阿根廷制造出非常大的麻烦 这一届拥有高中风的球队 其实是真的能够用好的不多 有人说来万 来万不是 来万不是那种支点型的高中风 来万是更多的像 有一半凯恩的感觉 还有一半是 靠自己跑位 来万是靠跑位 靠强点 他是靠这方面 包括回来的侧应 跟队友的打这种配合 他不是那种 站在禁区里面的支点型 真正的站在 你说那就是吉鲁 吉鲁本招马这一类的前锋 特别是吉鲁 特别明显 所以呢 阿根廷这边进决赛恭喜 然后决赛 我说了大概率还是法国 所以法国 看看吧 阿根廷是不是继续要复仇 法国了 法国当然不好提 也是阿根廷的这一路下来 没有遇到特别克自己的球队 没有遇到特别克自己 假如说他一出来就碰到英格兰 那就完蛋了 那就不好办了 英格兰我觉得打阿根廷是 有的打或者一出来都碰到法国 那真就是这种球 甚至说阿根廷都不害怕巴西 他会害怕法国英格兰这样的球队 好吧 也没什么可说的 我主要就是想把今天这个点球比较 我认为比较争议的点球讲一讲 但是这并不影响阿根廷队 成为发挥更好的那一支球队 所以某些个别的 阿根廷的球迷呢 我再说一次 我不讨厌阿根廷的球迷 我只是觉得个别的脑残粉 有点不可理喻 说话的有点不可理喻 所以他接受不了一个更客观的 因为我身边很多阿根廷的球迷 我跟他们可以聊得其乐融 好吧 就大家互相交流意见 或者这都没有问题 而且阿根廷很多 你说梅西我很喜欢 你包括这个麦卡利斯特 就布莱顿的那哥们 包括现在这个阿尔瓦雷斯 包括恩佐 这都是我很喜欢的 我不喜欢的是帕雷德斯那种球员 我再想提一点 就是有这个评论区里面 有一些争论 就前几天也有一些争论 什么叫做脏 很多人会认为 拿到犯规 拿到黄牌就叫做脏 不一定 拉丁系的球员 或者是南美洲的球员 包括西亚 他们有一个特点 就是脏 他们那个脏跟那个 你说荷兰队的那种犯规 还不一样 还不一样 犯规啊 比如说是我拉扯 拽 这个叫做犯规 有的时候会拿到黄牌 这个都很正常 正常来说 我犯规我拿牌就行了 脏的话 美洲球员是怎么踢球 我为什么我很讨厌这个 我没有特别喜欢的美洲球队 就是很多 很多人因为 很多是因为 他们踢球很脏 就是说什么 我跟很多人 这个 以前踢野球的时候 在学校里面踢 有很多交流生 很多南美的 像巴西 阿根廷 这都算好的 乌拉圭 墨西哥 哎呀那种 而且美国踢球这边的 本地的 什么白人踢球的也不多 很多都是 很多都是老穆尔 他们踢的就很脏 什么叫脏 你知道 你防守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 他是有意无意的 就踩你一脚 那个钉子鞋你知道吧 踩脚特别的疼 特别特别疼 还不是说 你跑的时候 他过来拽你的衣服 拽衣服我都能 我都能接受 正常的犯规 正常的身体碰撞 是能接受的 你像非洲的那些球队 老黑 那就是身体撞 身体撞 我就可以撞你 你知道吧 撞我都能接受 我接受不了 这个搞小动作 小动作就是 比如说踩你一下 或者说胳膊肘 怼你一下 踩盘看不到的时候 或者说不构成 那个黄牌的时候 就在这个灰色 这个地带来回游走 这是拉美球队 甚至说你看葡萄牙 你看看那个佩佩 这都是属于比较脏的 包括拉莫斯 这都是比较 踢球比较脏的球员 除非有一种 巴西阿根廷有一种球员 就是他的技术特别的高 他高你一等 我以前在学校踢球的时候 就是有那么几个巴西的球员 有那么几个阿根廷的 这个留学生 那技术是特别的好 我不需要通过这些小动作来搞你 我直接就过人就完了 你知道吧 我就过人你没办法 你剩下的只有对我犯规 我不需要对 不屑于对你犯规 这类球员我是尊重的 因为他是真的有技术 有能力 但是很多 你比如说你跟他 这个你像足球这种 难免有身体对抗的情况下 那就是防守的时候 保不齐踩你一下 保不齐这个在这个后面 用膝盖顶你一下 抢 争抢的时候用膝盖顶你一下 看起来像是正常的身体节奏 实际上疼的不要不要 这是拉美球队 包括西亚的球队 很擅长使用的一招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不喜欢他们的这个足球 相比而言呢 我更喜欢 其实我觉得亚洲的足球 已经就东亚的 东亚的 日韩这边 韩国已经好很多了 韩国以前是 也是偏这种的 现在已经好很多 像这一届的韩国队 其实你会看 他踢的很干净 日本的那更别说了 那踢的更干净 这都是踢的比较纯粹的足球 包括就像很多这个欧洲 他是身体高大 他也不搞这些 那么多的小动作 相对而言 好很多 犯规是可以接受的 搞小动作 我就觉得挺恶心的 这是我要再解释的一点 好吗 我看这边比赛也结束了 是吧 恭喜阿根廷 3比0 击败科罗加 挺进决赛 决赛里面 看看阿根廷能不能够捧位 我有预感 我说现在天时地利人和 都在阿根廷这边 就看他们自己 争不争气了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